位在秀嶺乡的崇德村 是树化公路的起点站 除了清水断崖 入境游客并不会停留在部落游玩 为了让民众可以认识崇德村 崇德社区发展学会 办理音乐四级活动 让游客看山看海认识崇德部落 有很多游客来太鲁阁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说 这边其实有一个太鲁阁的村庄 其实我们这个村庄是很美丽的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样的四级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停留在我们崇德村 除了传统音乐的演出 还有部落的手工编织美食 还有当地艺术家展出的 复合美财创作品相当虚惊 这个都是我们无私自通 我们自己研究 我在无形中看到人家在补 补那个空隙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素材 然后把它放进去变成一个艺术品 苏洋十年前回到崇德 自己摸索创作 这次透过四级活动 崇德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部落艺术家及音乐人一起展演 希望能成为常态性活动 让游客渐渐认识部落 走入部落 是新闻 夸到玛雅花斗秀 Alden 采访报道 好